哈喽大家好 那这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的notebook 就是简单的即时版的这样一个项目课程 在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的简单UI 我们来再运行一下看一下这个效果好吧 我们run一下 看一下它的这个呈现效果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堂课我们就来实现菜单的具体操作 那菜单的具体操作会包括三个部分 包括文件的新件打开保存和另存为 包括编辑的这一块编辑又分为三段 然后就是关于我们先玩最简单的吧 最简单的就是关于对吧 无非就是弹出窗体 然后再玩文件最复杂的就是编辑 有很多的跟我们的text相关的一些命令的操作 这个回头我会带大家去官网详细的去查询查阅一下 好那我们先来玩一个关于 那么关于说白了就是弹出窗体的一个消息 在这里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解过 在tkinter编程的时候 是不是给大家讲解过用哪一个空间 或者叫用哪个GUI库 是不是用我们的tkmessagebox就可以实现 对吧 因为tkmessagebox它本身是可以有多种的这样一种 弹出消息类型 包括是保存型的 然后是确认型的 是纯粹的消息显示或者警告显示错误显示型的等等 所以我们直接来用tkmessagebox 那么在这个地方除了弹出这样的一个 在弹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把它 就除了实现这个函数的定义之外 我们也要把它跟我们具体的菜单消息去绑定 怎么样去绑定呢 我们是不是就得找到我们的菜单项 就是about menu这两个菜单 然后设定它的command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个操作好吧 command等于 等于什么呢 比方说这个就是作者 author 然后这个是command 少了个逗号 command等于 这个应该是版权是吧 about OK这两个函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去定义一个函数 注意啊 就是python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函数应该定义在它的前面 这样我们才调得到它 所以我们直接在前面来定义下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OK def一个是also 一个是 我们先改def定义完啊 about 然后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要用到我们的tkmessagebox 所以我们给它引入进来 好吧 然后当然我们原来的玩法是通过import tkmessagebox 对吧 这种方式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干嘛呢 这种方式的话稍微麻烦一点 就是tkmessagebox点 我们要显示一段消息 对吧 showinfo不就可以了 输入它的title和message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为了简化一起 我用一个fromtkmessagebox import新 OK 然后我这就可以直接去showinfo了 showinfo 好 这个info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版权信息的title 比方说这个地方作者是什么呢 就叫我们叫作者信息 对吧 然后下面是详细的message 本软件由麦子学院 sundee完成 那么同理是不是在about里面也会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操作 对吧 也是用info就可以了 那这个about就关于什么呢 呃 这种类似学院 ok 好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实现 我们并且把它跟下面进行了一个绑定 对吧 跟我们的菜单进行了绑定 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菜单 我们有没有去设定它的快捷键 没有设定它的快捷键 所以我们就不用去跟快捷键控制相关的额外的进行一些处理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否实现 运行 我们点一下关于作者 是不是弹出来了 作者信息 本软件由麦子学院sundee完成 ok 然后再来个版权 本软件版权归属为麦子学院 是不是我们就实现了 所以这种其实弹出创理是非常简单的 关于tkmessagebox 这个我们之前也学过 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官网来自己来查询 如何去使用 对吧 tk message 在这 就是查询跟tk相关的一些类库 我们就可以查得到 好吧 好 那关于这块的话 我就不再累数了 大家可以自己下来试一下 当然这一节的内容非常简单 无非就是大家去实现一下 那下一节我就带着大家去实现一些文件的这样一加载操作 好 这堂课就讲到这里